在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海军舰的外军的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照片,都只有咽口水的份。 那时候我们甚至都很艳兴印度海军的先进舰艇,现如今,驻国海军已经拥有世界上第一款,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款冷热构架大型通用垂直发射系统。 中国建造的具备垂直发射导弹系统的水面战舰已经有近60艘,垂直发射的导弹发射筒2500个以上,是世界出美国海军以外数量最多的。 现在轮到艳渡冲着我们流口水了。 TUEL海军054A导弹护卫舰570舰,双发齐射红76舰空导弹,画面导弹尾间的位置处于军舰的中部,原因是军舰是在运动中发射导弹。 这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·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时,参观中国海军054A护卫舰上面的红76垂直发射系统时的微妙表情。 为啥这么想呢? 估计是心情中爱迪达斯蒂老板,看淘宝网页时候差不多吧? 中国海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规划和研发现在垂直发射装置,目前已经发展出红76共加热垂法,红旗9A冷垂法,红旗9B冷热共加垂法的三个系列的垂直发射系统。 在海军舰艇垂法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,一开始中国在研制为052C导弹驱逐舰配备的红旗9导弹垂法系统时,采用了类似俄罗斯里夫的原型冷发射潮的形式。 不过我们的冷射系统比较先进,采用固定式的六颜装垂法单元,每个导弹发射筒都有点火装置,但它不需要旋转,和一个次发射,反应速度更快,垂直发射器还像显色有倾斜角度。 这样导弹出筒后,如果发射失败,那么可以降落到舰体旁边的海中,不至于砸中舰体,为了既可以冷发射红旗9导弹,也可以热发射英机18板舰导弹和远程巡航导弹。 我国外052D导弹驱逐舰,研制了全新的冷与热控架式发射模块,采用通心原式发射筒。 这种发射装置,外表看上去,与美国的MK41垂法的巧克力快很相似,但里面其实原筒壮大,这个发射筒爱通套小筒,每个发射筒都有独立的通心原排验通道。 经过大量海上实弹发射的试验结果表明,垂直发射系统的倾斜安装,并没有提升多少安全性,因为目前舰在导弹的转弯性能非常敏捷,很多导弹有头部侧推火箭,弹射升空就开始转向,即使主发动机点火失败,也不至于砸到甲板上。 此外,战舰很少处于绝对水平状态,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搞倾斜冷垂法,中俄英三国的新一代冷垂法系统都是完全垂直的。 所以,网络建造052D和055行区逐渐是,取消了原来宏旗9垂法系统的倾斜角度。 美国MK4A垂法系统是一个单元8米导弹,雇用一组燃气通道,可以节省垂法空间。 缺点是发射时,一套垂法只能一枚一枚的发射,依次最多发射8米导弹,否则同一单元8米导弹同时发射,会造成燃气互相冲。 击少着导弹,而我国的同心原式发射筒,就很好解决了这些问题。 同心原式发射筒技术的优势,是拥有更多的火力通道,由于每枚导弹互不干扰,所以理论上可以一次性发射全舰的所有导弹。 这对抗宝核攻击优势非常大,正在建造的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,具有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和隐形性能。 各主称远、中、近三层防御网,具有较强的防空、反导、反潜、反舰、对陆攻击和电子战能力。 舰上的112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,就采用了冷又更加同心原式垂直发射单元,弹筒内定达到850毫米。 远远大于美国阿里伯克急驱逐舰上MK41垂发系统的630毫米的尺寸,可发射8类导弹,能兼容弹场9米以下的各种导弹。 达到了很好的通用化、模块化的标准,包括红旗9B舰空导弹,红旗16,应激18反舰导弹,对陆巡航导弹,预8反舰导弹,红旗19反导弹。 中国同心统治垂霸系统技术的巨大进步,值得西方和俄罗斯认真学习。 中国同心统治垂得西方和俄罗斯认真学习。